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然面对青年党独立上阵 行动党元老丹斯里林吉祥就直批青年党超之过急 他还劝请青年党重新考虑 以在选战中和团结政府合作 由塞沙迪率领的青年党以中间势力的姿态宣布来临周选单打独斗 背后是否有政治巨头敦马哈迪操控指使 以便分散选票 破坏团结政府盟党的胜算呢 继党魁塞沙迪否认指控后 当总秘书阿米尔也发文驳斥揣测 他表示 有些人尝试想象青年党被其他政党 包括敦马哈迪利用 以便在这次周选单打独斗 而他们会这么认为 是因为他们的政党长期受到政治恐龙控制 以至于他们会认为其他政党也会一样 但他们不了解的是 这次单打独斗的决定是基于青年党领导层和基层讨论出来的结果 因为这个政党拥有自主权 任何角色都无需奉承别人 阿米尔还隶属团结政府不是来巩固选民必须拥有两大阵营 也就是国盟以及国阵西盟以外的选择 包括政府继续政治委任 没有改革反弹会等机构 以及为巫统和国阵洗白等等 阿米尔还点出 国家如今并没有有效的在野党 反之 在野党只会玩弄3R 即宗教 种族和王室课题 他还表明 青年党候选人将会经过背景筛选 同时自习筹资竞选经费 至于党 也会尽量减少开支 并将大部分的竞选活动透过线上来进行 而尽管青年党一再说明来临周选不靠拢任何势力的理由 行动党强人林吉祥确认为 青年党不应该操之过急 而该在选举中和首相拿都市里安华率领的团结政府合作 林吉祥发文表示 我国正面临最后机会 以便重新设定并回归多元马来西亚的最初建国原则 他还说 安华的团结政府目前正努力迈向这个方向 而国盟的老大哥伊斯兰党却从未表示支持以国家原则为建国原则 打造伟大的多元马来西亚 林吉祥认为 无论是槟城 许兰娥和斯美兰的现任州政府 有什么弱点和失败 但选民要思考的 是希望槟城 许兰娥和斯美兰像吉兰丹 邓家楼和吉兰一样 还是希望槟城 邓家楼和吉兰像槟城 许兰娥和斯美兰一样呢 林吉祥顿出新年党领导层 重新考虑周选单打独斗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独斗的决定